大家好,欢迎收看由RG给您带来的江沟项目实战购物系统 今天我们进行第六节课的学习 通用购物系统的需求分析 首先来看需求分析的难点 还有什么是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就是确定新系统的目的 范围、定义和功能 它所需要做的所有工作 这就是进行需求分析 然后它的难点在于把握住客户真实的需求 因为客户提的需求往往只是表象 而不是真实需求的本质 我们研发工作要变得更容易的话 只有把握住问题的本质 才能够进行更方便的软件上的设计 这个举例呢 我们在后面进行本系统的需求分析的时候会提到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需求分析的主要目的 它要这样做的主要目的 就是让我们实现这个功能 这个系统的过程是可预见的 是不可是可以控制的 而不是想到哪里做到哪里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开发成本就会降的更低 然后在企业级的项目开发当中 需要在敲代码之前呢 进行需求分析总体设计以及详细设计 在这一些设计的过程当中 去发现我们最初的那些需求实现流程 以及我们的技术站是否有不合要求的地方 在越早的时候发现我们不合理的地方呢 然后再去进行纠错 它的成本就会越低 我们不可能说写的写的一半了 然后客户跑过来说 我们这个东西是不需要你们这样做的 或者说一开始你做这个东西做完了以后 别人才来告诉你 你这个实现的和他想象的有差距 这个就是我们要进行需求分析 还有进行前期设计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那么如何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就在我们编码前呢 至少要进行三个会议 第一个 第一个会议就是要明确做不做 要参与的人员有哪些呢 就有我们的客户 有可能是市场的客户 有可能是我们企业的客户 还有一个就是研发人员 以及我们的财务人员 还有这个需求的发起人 以及项目经理等等 在这个会议当中 我们要从技术的可行性 有没有人员可以来做到这样的事情 还有经济的可行性 这个软件项目开发成本 是不是我们公司可以承受的 以及法律上的可行性 我们做这个系统是否合法 是否符合道义 比如说像现在的话 是不允许做彩票在线销售系统的 所以有的客户给你提这样的需求的话 首先是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 第一个目的 第一个会议的目的 就是要明确东西做不做 然后第二个会议 就是要明确我们这个东西怎么做 就要进行我们的 第一个是需求分析 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想要做什么 要有什么功能 然后还有呢 最好有一个最初的原型 这个原型呢 可以是只有前端交互的内容 来让客户来看一看 我们这种东西大概合不合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设计 这个设计呢 就是初步的设计 我们这个功能 模块的安排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安排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架构 架构呢 当然就是指的是技术方面的架构 我们将要采用什么样的技术 技术站 前端采用什么样的技术 后端采用什么样的技术 我们的分布式方面的 采用什么样的技术 我们大数据处理上 上面采用什么样的技术 这些东西 能不能那样去做 可不可以这样做 在这个会议当中 主要是从那个项目的 一些细节的地方去体现了 然后第三个会议 就是要明确我们这个系统 由谁来做 最主要的是明确我们的 各个功能模块的研发人员 以及我们的工期应该怎样安排 还有我们现在这个项目 如果是采用敏捷开发的形式的话 它的迭代周期是一个月 还是一个星期 对吧 每一个迭代周期里面 要实现哪些主要的功能模块 这些是我们需要明确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一个 本系统的需求分析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系统呢 相对来说实际上 虽然说可以达到一个企业级应用的技术需求 但是在这整个流程上面和真实的企业级的需求的分析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紧紧的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假装客户跟我们提出了需求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回应 我们这个需求这样子 做是不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给一个简单的需求清单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要做的购物系统的一个需求分析 我们的客户 他可能会给你进行一个需求的描述 我们的需求最终是来源于我们的客户的 那么客户他给我们描述 有可能仅仅是一两句话 有可能一个大老板过来 过来找到你 给你说我给你几万块钱 然后呢 你一个月给我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销售系统 好了 他就告诉你了以后 一个月过后 他再来问你 做好了没有 对吧 这种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在进行沟通以后 他可能会描述的更详细一点 那么我们这里就虚拟了一个 我们这个本系统的一个客户描述 也是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的客户说到 要做一个在线的销售月饼的系统 其次呢 我们还想让别人了解这个中秋节的文化 我们还会销售嫦娥无缸这些神话的书籍 以及还要销售我们什么月兔之类的周边玩偶 这是客户他会描述的 他看到的东西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一个需求分析的过程当中 就要从客户描述的表象当中去抓住他的本质 好我们先表过不提 然后再进行下面的一个客户说 我们的顾客在访问我们的网站的时候 我们想我们想要在主页上面给他展示一些特色产品 以及分裂表 还要有搜索框供客户给我们搜索 然后顶部呢要有一个导航条 要能够让顾客清晰的知道他在这个网站的哪个位置 或者说这个网站一共有哪些功能 然后在他的产品列表里面他要说要包含产品的缩略图 还要有产品名称以及点击这个产品名称呢 可以就进入产品的详情页面 还有他的要求更多一个产品 要可以属于多个分类 比如说我这个月饼 我其中某一种月饼 我可以把它分类为广味的 也可以把它分类为甜的 也可以把它分类为软的 对吧 有多个分类 然后还有有一个页面呢 让他们自己去添加新的产品和相和产品类别 可以添加新的产品 比如说他们不光卖月饼 卖书籍以及卖玩偶了 他可能会卖一个和中秋节相关的歌曲啊 什么唱片之类的 对吧 就是新的产品的品种 然后还有一个他说要添加产品啊 或者说进行一个产品的管理 只有店长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普通的员工是不允许的 那么这一个呢 就涉及到了我们的全线管理 这个就是我们需求人员看到的本质的东西 而客户他只会描述 我的店长才可以用 我的普通员工不能用 好继续下面的 他要说那个网站上线以后 要使客户啊 要使顾客能够通过百度啊 谷歌啊 这些搜索引擎 能够搜索到我们的网站 因为我的域名可能比较长 或者说不是太好记 而且更大多数的顾客呢 他更倾向于使用搜索引擎 来进入我们的网站 啊 那么客户找 现在就假如说一个顾客进入了网站 然后呢 也找到了想买的产品 那么他的这个产品呢 可以被添加到一个购物车啊 他可能从淘宝上面看到有购物车之类的 那么放到购物车里面以后呢 那么订单的结算页面是一个单独的页面 这在这个单独的页面里面呢 向顾客展示这个他一共买了哪些东西啊 还有他可以使用哪些付款方式进行付款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顾客可以提交订单给我们 然后还可以使用什么支付宝在线支付啊 这都是顾客的需求啊 客户的需求啊 还要保证我们顾客的信息 订单的信息 这些的存储的安全不能被黑客拿去了啊 因为现在最近这几年的时间安全事件频发 如果你的比如说你一个线上销售系统 你的订单信息被黑客拿去以后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不光是设计顾客的隐私安全 还设计到他们的财产安全 这是要付法律责任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对需求的 要对那个网站的交易进行一个分析 他们需要是哪些人 他们在哪些地方购买了哪种东西 才方便他们做一个商品推荐 或者说来方便来方便他们下一季度 要推荐要推销哪些新的产品 也就是说用数据来帮助公司进行决策 这也是一个销售系统 应该有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比较基本的功能 然后还有一个要知道订单的转化率 就是觉得他们的广告啊 市场营销有没有做好啊之类的 然后还有提交订单以后 顾客可以看到订单的处理状态 比如说顾客看到的是已经提交 还是正在处理产品 或者说已经发货 还是这个订单已经完结 如果客户下单以后 那么顾客不想要了 他也可以退货 还要能够方便的把钱退给顾客的账户上面去 这个应该要怎么实现 还有我们比如说那个客户说 他还会那个客户退货的时候呢 他会刻一部分手续费 那么这个手续费 顾客可能会不愿意退 那么要给顾客展示一个 他们的退货政策是什么样子的 等等 这样的一大段的话的描述的需求呢 看起来 都觉得可能还不是那么方便 实际上如果在我们的真实的需求开发过程当中 假如有一个客户 他来给你说到 他已经说到了这个地步的话 那说明他已经表述的足够清晰了 你已经很幸运了 好 现在我们来根据上面这一段话 来列出我们当前的购物系统 要进行的哪些要进行哪些工作 或者说要完成哪些功能 这里呢就不分顺序 第一个他说要有一个在线的销售月饼的系统 主要是销售月饼 但是呢他们会附带销售一些什么神话书籍和月月兔等周边玩偶什么的 也说多产品多种产品的销售 多种产品的销售 这里的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表象 实际上他的本质是什么 要一个通用的产品模型 这就是我们程序员应该看到的本质 我把这个字体调大一点 然后下一个他说顾客要访问网站 要在首页展示一些特色产品分类列表 也就是说要有产品分类 要有产品的分类模型 还要有一个什么 要展示一些特色产品什么 也就是说特殊产品的处理 要完成这个功能 然后还有说要提供搜索框 供客户进行搜索 产品搜索功能 那么顶部要有一个导航条 这个导航条呢 可以写进来 实际上导航条是应该是最基本的配备 好了产品要有产品列表缩列图 什么的产品列表页面 然后还要有什么呢 要有一个可以点击他进入产品详情里面 就好比是淘宝里面的宝贝详情 然后还有一个产品可以属于多个分类 这个要求呢 也就是在我们的产品分类模型里面去处理了 然后还要有一个页面呢 供他们自己能够添加新的产品类别 和相关的产品 这里我们要注意把握客户的真实需求 他他只说了他们需要添加新的产品 和相关的产品类别 但是他们真的只是需要添加东西吗 不是的他们还需要 可能添加错了需要删除对吧 可能需要禁用某种产品对吧 也就是说产品类别及产品的管理 这里的管理就包括 增三改查 我们常见的什么CRUD 对吧 增三改查 这几个操作 好了 然后他还有说什么呢 只有店长才能够使用这个功能 普通员工是不允许的 难道我们要在系统里面就直接给他设置 哪一个管理员是店长 哪一个管理员是普通用户 然后其中这个店长就直接的标记 他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吗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做他的扩展性太差了 假如说他又开了一个分店 或者说有一天要换一个店长怎么办呢 对吧 其实也就是说要一个全线管理系统 要有相关的全线管理 也许可能会比较简单 但是至少得有全线管理 他还有说一个什么呢 网站上线之后 要使顾客能够通过搜索引擎搜索到他们的网站 也就是说 SEO 对吧 搜索引擎优化 搜索引擎优化 那么这里面就设计比如说生成站点地图啊什么的 生成站点地图之类的 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要什么呢 要有要能够添加到购物车对吧 购物车 系统 购物车模块吧 购物车模块 然后呢 订单结算 他这个订单结算页面 还得有订单结算 要完成这个整个一套 比如说要哪一天打多少则要有什么优惠 或者说某一个顾客有没有单独享有优惠什么的 也就是订单结算系统 对吧 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支付什么的 有结算模型 还有包括支付功能 这里呢 他提到了有一个可以用支付宝在线支付 什么在线支付功能 对吧 订单结算系统 好 这里我们把它单独离开 单独裂开吧 单独裂下来吧 好 订单结算系统 然后下面呢 要一个在线支付 模块 对吧 然后还得有什么呢 有让顾客提交订单 让顾客提交订单 订单可以被提交 这个是很正常的 也就在订单结算的系统里面 还有要保证顾客信息 以及什么订单信息的存储的安全 不能被客户拿去了 这里就是系统网络安全的需求 要保证网络安全 也就是说我们要尽量避免bug 以及不能出现 什么XSS之类的漏洞 对吧 我们这里写一个简单的注释吧 好 然后还要有一个对网站交易进行分析 需要哪些人在哪些地方买了哪些东西 要有更有效的推荐 也就是说数据统计 订单数据统计 这是统计还叫做简单的 比如说分析可能会做一些基于大数据的处理 然后需要做一些模型这个就是更复杂的系统 才需要做的 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 要有一个更有效的推荐的它的产品 这个也可以算做在数据统计里面 然后还要知道订单的转化率 这个也算在里面 还有当订单提交以后 顾客可以查看订单的状态等等 也就是说订单状态跟踪 好吧 然后还有什么 退款 还要支持退货退款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可能让用户看到他们的退货政策 好我们还得从这一句话当中深层的挖掘出顾客的 其他的需求 他这里是方便 方便看他们的退货政策 仅仅只是退货政策吗 可能会有什么 可能会有 优惠 优惠公告对吧 这只是这个客户他在提这个需求的时候 他当时没有想到 但他可能肯定会有什么优惠公告之类的 对不对 还有什么 什么网站运营方面的通告 对不对 也就是实际上这个不是的 那么顾客的真实需求是什么 信息发布与管理 也就是说还得有一个简单的CMS集成在里面 好了 这就是我们通过上面的这样的一段话 简单的罗列出来的我们这个购物系统需要的 那个需求清单 也就是我们整个这一套实践教程 要交给大家做的东西 其实看一下呢 和我们大纲里面来看的话 这个模型呢 这个大纲安排的结构呢 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再见